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女人越来越美,原因就在于这几点,希望你都有。 在网上看过一个问题,为什么有的女人越活越迷人,有的却越活越昏暗? 有个高赞回答说,因为迷人的女人更懂得经营自己和生活,有着别样的气场和智慧。 迷人的活着,是千千万万女人的夙愿,然而,大部分人却在岁月的洗礼和生活的重担下,逐渐暗淡了自己的光彩,只有少数人未被岁月蒙上尘埃,坚持经营自己,浑身散发出迷人气息。 万尔德说,把人分成好和坏是荒谬的,人要么迷人,要么乏味。 生活中越活越迷人的女人,往往都有这几个习惯,取悦自己,尽情绽放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女人的身上被赋予了太多标签,或者是太多人的要求,要听话按部就班,要懂事温柔贤惠。 哪怕到了年纪大了,也要多去奉献自己,似乎按照别人的期许而活,而是人生最正确的方式,但是背后的迁就,讨好,心中越来越没了自己。 当你经历了一些事,或者看透了一些人之后,就会恍然大悟,哪怕你付出所有按照别人的要求去生活,也不会是自己最美丽的时刻,还是还会被人嫌弃,依然无法让所有人满意。 只有当你真正取悦自己,活成自己希望的样子,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,也会有人去在乎珍惜你,也只有当你真正取悦自己时,才会让自己尽情绽放,心中的迷茫一扫耳光,越活越自信,越活越幸福,整个人都会闪闪发光,越人者众,越机者亡。 一个女人最美的样子,从来都不是取悦别人之后拥有的,而是坚持活出自己之后迎来的。 当你真正取悦自己时,就会明白好好善待自己,不去轻易为难自己,而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,走好脚下的每一步,成为一个快乐的人,一个幸福的人,才会真正越活越自信,成为人生路上最美的样子。 请记得,一定要好好爱自己,不要成为别人世界里的配角,一定要让自己活得舒心,活得自在,才会从内到外,呈现出最美的状态,脸上挂笑,让人着迷。 有句话说,脸上挂笑的女人,最让人着迷。可以说,女人不管什么时候,最美的样子,往往离不开笑容,可以呈现出温暖与善良,也会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。 爱笑的女人,心中充满阳光,凡事都喜欢积极看待,不会轻易为生活的琐事烦恼,自始至终活得豁达而乐观。 眉头紧锁的女人,处处爱生在道,不管做什么都会心生悲观,脸上也会悄然留下岁月的痕迹,呈现出一副苦相,活在当下。 微笑是女人最好的保养品,它不仅可以让自己发光发亮,也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美丽。 因为爱笑的女人,心中有阳光,可以带给身边人更多的正能量。 吸引更多同贫的人在一起,把苦楚的人生慷慨,把焦虑的日子放下,让自己的心态一直积极向上。 正所谓向由心生,心随静转,内心的温暖,阳光与乐观,让笑容成为自己最美的招牌。 哪怕已经告别了年轻,依然能够让人眼前一亮,为之着迷,倚若盛开,清风自来,微笑向暖,安置若素,做事干脆,充满魄力。 成年人的世界,每天一睁眼就被工作,生活知识缴得人焦头烂额。 作为女人,通常承担的更多,工作不敢松懈,家庭不能放下,各种琐事围绕身旁,如果优柔寡断,不能及时处理得当,只会一件事未了,下一件又起,不断循环往复,生活如同一团乱麻,剪不断理还乱,活得胶着而又狼狈,很多时候,我们不是没有处理事情的办法, 而是缺少干脆做事的勇气和决心,时常抱着等一等,看一看了的心态,期待事情自动出现转机,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,看过一句话,做一件事情,不管有多难,会不会有结果,这些都不重要,即使失败了,也无可厚非。 关键是,你有没有勇气解脱束缚的手脚,有没有胆量勇敢的面对,欲试不慌。 做事果敢的女人,内心洒脱而笃定,显得格外迷人,她们有想法,有主见,从不犹犹豫豫豫束缚住自己的脚步,该思考时不糊涂,该冷静时不冲动,处理事情,干脆又充满魄力,面对感情,敢爱敢恨,拿得起也放得下,人生不会阴望而却不变好,只有果敢洒脱的人,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,热爱阅读,抚养心灵。 有句话说,阅读,是女人最好的奢侈品,会让自己越来越美。 现实生活中,女人可依靠年龄优势或者化妆品作为美丽的加持,但是不可能永远都是如此。 终究无法抵挡岁月的清晰,失去自己最娇美的容颜。 但是女人另外的一种美丽,是从来到外散发的气质,她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更迭而消散,而是会让女人越发的优雅与知性,哪怕年龄攀升,依然是人群中最靓丽的一个人。 这些都来自于阅读的积累,让自己不断提升,既可以真正见失眠,又可以超越自我。 一路走来,始终让自己保持清醒,终究会遇到生命征程中最好的自己。 正因为阅读,让自己拥有清晰的认知,不俗的谈吐与优雅知性的外在,才让自己能够抵御岁月的更迭。 哪怕不再年轻,却依然魅力十足,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香气,让人如暮春风。 作家周灵说,人每读一本书,都是在进行一次名人访谈,是在和顶级的专家交流谈话。 读书是用最低廉的成本,获取最高级的成长策略。 女人只有多阅读,才能在书香文末中润泽生活,风盈余生。 哪怕身陷低谷,也能具备前行的勇气,自己划成一盏灯照亮脚下的路。 一个女人能够变得越来越美,往往都是通过阅读,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。 不管是穿衣打扮,还是寻求活法,都会保持一致,让自己呈现最佳的状态,犹如下花般绚烂,让人着迷,思想独立,懂得规划。 有句话说得好,玫瑰化的人生叫拼图,有瑰化的人生叫蓝图。 玫瑰化的人生,如同抽盲盒,不知会抽中什么,更不知要去向何方。 有瑰化的人生,是井然有序的列车,或许中途会停,但终会抵达想去的终点站。 崇敬与孩陈嘉瑜而时因双腿残疾,被学校劝退,家人准备照顾他一生。 陈嘉瑜却另有打算,陈嘉瑜开始博览群书,长大后被一家书店聘用,并凭借对书本的书洗成为金牌销售员。 可几年后,陈嘉瑜选择辞职创业,身边人纷纷疑惑劝解,他还是坚持选择。 后来,陈嘉瑜凭借自己的步步规划,开了一家印刷厂,如今年营业额超过三千万,回首望去。 陈嘉瑜虽被命运苛待,但他却稳扎稳打走好每一步,最终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模样。 人一定要知晓自己想要什么,想过怎样的生活,才有正确的努力方向,否则只是得过且过。 正如作家李晓宜说,你要自带地图,不必重复别人的路。 每个女人都该有自己的地图,规划好脚下的路。 去想去的远方,过想过的生活,如果你感到迷茫、彷徨,不妨暂且停下脚步,好好规划一下未来的路,让生活平衡有序地延续,并会在时光中开出惊艳的花,散发出迷人芳香,注重博养,爱惜自己。 为了生活,我们时常忙于赶路,而遗忘了自己。 不记得已有多久没在精致的护肤,多久不曾畅快地运动过,不知不觉,身体就日渐臃肿,皮肤粗糙发黄,头发暗淡无光。 我们似乎忘了,曾经也想做个精致女孩,把日子过成美好的十天,美国名模卡门、戴尔、奥里菲斯。 84岁,仍活跃在T台上,成为时尚圈的宠。 她从不吃垃圾食品,每天做戏规律,坚持运动,无论多忙多累,都会注重皮肤管理。 卡门对自己的藤脉,是她抵御衰老的底气。 这个世界很肤浅,不光只看个人能力,还看颜值和气质。 一个女人若形象邋遢,眼神昏暗,很难被外界欣赏。 作家颜歌林在《天狱》中说,不管什么时候,都做一个不凑合,不打折,不便宜,不糟糕的好姑娘。 你可以颜值不高,但皮肤要有光亮,你可以没有S曲线,但气质一定要好。 生活好坏的决定权,不在于金钱多少和家庭美满,而在于你对自己的态度,你不爱惜自己。 别人也不会宠爱你,你要对自己好,才能发出耀眼光芒。 女人啊,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,你对自己的疼爱,就是对生活的吟唱,万事不饶,豁达乐观。 曾有人问,怎样的女人最迷人? 有个回答很醒目,脸上带着笑容的女人,往往最让人着迷。 细细想来,的确如此,谁能不喜欢爱笑的女人? 一个人总是眉头紧锁,怨声载道,脸上会悄然留下痕迹。 呈现出一副苦相,而爱笑的女人,心中充满阳光,不为生活琐事烦恼,活得豁达而乐观。 不是命运的偏爱,也不是生活格外仁慈,而是面对苦楚。 乐观的人更懂得一笑带过。 笑容是女人最好的保养品,能抚平岁月留下的褶皱,让整个人发光发亮。 漫画家基米在《又寂寞又美好》中写道,向日葵告诉我,只要面对摘阳光努力向上,日子就会变得单纯美好。 向阳而生,乐观积极地活着,把苦楚的人生开心地过,便可抵御风雨来袭,人生只要看得开。 所有的苦难与伤痛,都只是擦伤,阳光乐观的女人,脸上时常带笑,让人如雨暖阳,不由得想要靠近,往后余生,烦恼时不多想。 没事时多读书,让精神更充盈,看问题就越通透,忧愁也就越少,很喜欢一句话,爱生活,爱生命,爱自己,岁月自会让你的一听一笑都如诗如画。 人生的味道,需要用心烹调,你对生活的热爱和付出的心思,都是在为画卷增添色彩,真正的迷人,从不只靠脸蛋和身材,还有成熟的内涵和生活态度,这世间每个气质出众。 生活如实的女人背后,都有日积月累的经营与自律,人生短暂,尽力活出自己的好风采,是对时光最好的回敬,即使岁月流转,步入中年,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风景。 只要我们不断提升自我,享受当下,内心充满快乐和富足,年龄有合作挂齿,人生也是一场修行,无论处于哪个年龄阶段,我们都在成长和进步的道路上,不断提升自我,完善自我,不负着多彩的人生。 只有对自己有所要求,我们才有资格对生活提出要求,在旅途中见识世界,在过程中认识自己。 道路漫长,无需急躁,愿天下所有女性都能珍爱自己,热爱生活,活出你们独特的风采,爱你所爱,为你所愿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